记者陈伟茨新北报道,谢姓女子在公园南侧外抽烟等候夜姓男友,指控酒醉的蔡姓男子见她独自一人,竟将手放进裤裆内,还故意面对她,谢女花容失色跑进南侧向夜男求助,蔡男也跟进厕所,还问她妹妹有没有男友。 双方爆发冲突,夜男三名友人闻风而至,事后蔡男控告私人伤害,但新北的检署调查认为,无证据证明蔡男伤势是被私人殴打所致,将私人不起诉。 今年三月晚间近十二时,夜男与女友及三名友人在新北市三重区一处公园聊天,夜男突然尿急,谢女在公园外抽烟等候,蔡男被控上前问谢女,妹妹有没有男友? 接住将手放在裤裆内,谢女觉得被蔡男骚扰,冲进南侧向男友求助,双方爆发冲突,事后蔡男提告指控夜男及其三名友人伤害。 蔡男表示,当天看谢女一人在南侧外觉得奇怪,上前询问,奶在这里做什么? 强调当时并无对助谢女做出猥亵动作,没想到一进厕所就被私人挥拳殴打,夜男公称,因蔡男问女友妹妹有没有男友,她不瞒与蔡男发生口角,蔡男突然动手推她并抱住她左大腿往墙壁推,她为了防卫便推回去,后来有人感到将两人拉开,南侧地板湿滑,蔡男又喝醉, 可能是她自己不小心滑倒,夜男友人则称,一进厕所就闻到蔡男身上有浓浓酒味,解出全乱灰,可能是她自己跌倒受伤,均否认伤害范行。 由于公厕内无监视器,加上公厕外监视器画面显示,蔡男面对谢女时,手放在生殖器部位,又蔡男承认当天酒醉对如何被欧过程讲得不清楚,伤势经诊断也是跌倒伤,检方因此财信被告供辞,与私人不起诉处分。 MING PAO TORONTO